GTA 5 是款开放型虚拟世界的经典大作 并且以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城作为游戏蓝图 除了深切光的游戏内容之外 其中的乐趣之一 就是游戏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彩蛋 而在众多的彩蛋之中 其次隐藏了许多真实世界的不解之名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GTA 5中 离奇又悬疑的电玩怪谈吧 以上这段与数字有关的诡异诗剧 存在于GTA 5中Sandy Shores地区 玩家只要在画面所在位置的岩石上 将可以探索到这个神秘彩蛋 不过这些诗句乱看之下虽然像是顺口溜 但是却特别提到死与天堂等禁忌的字 而且8更是用数字来表示 这些究竟隐藏着什么含义呢 在监狱当中 警方怀疑他与5年前的巴西连续失踪案有关 而这8名受害者至今尚未找到尸体 Abraham被列为嫌疑人入狱 但始终未承认杀了人 只是承认异常迷恋数字符号8 之后在附近图示中的交叉路口旁 找到另一个废弃的房屋 在屋后可以看到用红色字写着 Go away Meryl Abraham's You are a runner 旁边有着几个8符号涂鸦 这段关键的线索表示 一切有关8涂鸦 将与新闻提到的嫌疑犯Meryl Abraham's 有着密切关系 接着进入这栋屋子正面 可以发现到墙上的另一行字 There will be eight 讯情下方可以看到五串的统计标志 有可能代表凶手涂鸦时 已经杀害的人数 而上方则是有个神秘的符号 记住这个符号 接下来将有对应的线索 进去屋内就会看到 另一个涂鸦写着 A is just infinity stood up 这边意味着 8其实就是无限符号站起来 难道就是在暗示凶手的意图 其实是无限的吗 回到了石堆的北边 会找到另一个彩蛋诗句 They want me they can't have But they'll never get my people Even though I shall leave them sight enough Where they put me 而旁边也留下了 A won't等未完成的诗句 正与前面的数字诗句 互相呼应 代表这一连串有关疤的涂鸦 是有连贯性的 而凶手正是进监狱的嫌疑犯 Meryl Everhams 并且誓言要在监狱 留下关于尸体的下落 来到了报纸中所提到的监狱 透过狙击镜从远处 找一下离9A洞与9B洞附近的高枪 就可以隐约的找到一串留言 近距离看的话 上面会写着 We are watching this land And fire once built forth There the infinity aid will stay Until I return 这里表达的意思可能是 Alberham已经把尸体藏在某个地方 等待着他回去做某种仪式 凶手Meryl Everhams所迷恋的8 凶手固步一阵地将8具尸体藏匿在隐秘的海下 并且表示8就是无限的意思 究竟进化要做什么样的仪式 至今没人知晓 巧合的是GTA5的歌曲中 有一首歌正好叫做Nine is God 也就是目前背景所播的歌曲 这首歌一样用数字符号9来诠释 并与凶手留下财单的手法一致 Nine is God 它是凶手杀死8个人的目的吗 故步一阵 目的就是成为第9人升华成神吗 答案或许只能跟着凶手 一起沉睡下去 在圣洛都的北方画面的相对位置之中 交叉路口的墙上会发现一个 左转1807的彩蛋 顺着左边的路走会引导到一座豪宅 这个看似一般的奢华豪宅 其实就是影射美国犯罪市场 最汉人听闻的波兰斯基之家屠杀事件 罗曼波兰斯基 是一位著名的鬼才大导演 大众对他的印象 大多是战地情人 唐人街等筷智人口的得奖电影 但这名导演早期其实是以石英记 与天使捉腰等惊悚片为名 很不幸的是 现实生活中这名导演的遭遇 就如同他指导的电影一样惊悚 罗曼波兰斯基在拍片期间 认识了第二任妻子沙朗蒂 沙朗蒂在当时是好莱坞最有前途的星星 并在1968年1月20日与导演结婚 成为人人称赛的家偶 隔年1969年8月9日 波兰斯基因为筹备芯片飞往英国 留下怀胎八个月的沙朗蒂 留在位于洛杉矶的游景大豪宅 等待劳工回来迎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天晚上犯下一连串凶杀血案的邪教组织 曼森家族成员 闯入豪宅中敞开大屠杀 沙朗蒂与四名友人及园丁 全部遭乱刀砍刺 肚子还有着即将临盆的男孩 而凶手们用血在墙上 涂上某种特定符号 甚至继续在地区附近杀人行凶 直到警方将他们逮捕 犯下着起残忍屠杀的可怕邪教 顾客首脑就是诗集杀人魔查尔斯曼森 查尔斯曼森以嬉皮文化 在加州吸收无数的丧心病狂与信徒 并与18名女性同居 主要有25个干部 第60位以上的信徒 组织了杀人邪教曼森家族 以挑起种族战争 与谋杀名人来扩大集团的知名度 上述的波兰斯基之家屠杀事件 只不过是连环杀人案的其中之一 而GTA5中的这栋建筑 就是以发生屠杀惨案的豪宅为蓝图 从大门的设计到屋内建筑 透过当时的新闻照片与线索 可以看出游戏完整的将豪宅还原 而指引玩家的1807数字 就是暗示着查尔斯曼森这号人物 18代表着查尔斯曼森中 18位与他同居的女性徒 07则是代表查尔斯曼森 目前遭指控的奇想谋杀罪名 GTA5的世界中 当任意一名主角凑齐了50份残缺的纸条后 就可以组出一个关于佛斯 写给他朋友大卫的犯罪自白信 信中提到 作家佛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最深刻的痛苦 计划杀害一名叫做Leonora Johnson的白人女性 并将她折磨至死 还把尸体作为纪念品送给家人 这段关键的信件搜集完 将会解锁一个直线剧情 可在好曼乌山遭遇凶手事件 主角前往之后 就会看到佛斯在打坐 经过一番对峙之后 就会亮出被害人Leonora Johnson的照片 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 但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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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她吗 警察 什么名字 警察 这人是正在判断我 Leonora Johnson 这不是你认识的 那个人被判断你 你被判断她 你被判断她 因为你能 我名字 你 玩家伸张正义地杀掉佛斯后 网站上就会更新有关佛斯死亡的新闻 新闻中提到被害女性 Leonora Johnson 是为70年代的影坛星星 因为玩家搜集到信件 解开了这起30多年前的谋杀案 如果上网搜寻关键字 就会发现一个名为 Who Kill Leonora Johnson 的网站 故事描述 1975年的女性遭之解的凄惨悬案 网站上写着女性的传记 以及离奇惊悚的命案照片 犯人将尸体重新摆设 成为令人惊恐的艺术品 而这样的犯案手法与照片 其实就是在影射现实世界中的黑色大理花悬案 黑色大理花悬案是1940年代 美国洛杉矶的一桩极度惊悚血腥的离奇命案 死者是一名名为伊丽莎白萧特的女演员 凶手将尸体腰斩成两半 并将器官与血液掏空 然后将嘴唇割裂到耳边 形成小丑式笑容 被害人的黑发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 看起来就像黑色大理花 因此得名黑色大理花悬案 这宗美国加州史上最害人听闻的夺命惨案 至今尚未侦破 GTA5游戏世界观 就是以美国加州为范本 且特地安排了这个直线任务 隐身黑色大理花悬案 巧妙的让玩家解开这起世纪谋杀之谜 但是这起悬案就这样完整落幕了吗 玩家在浏览网易的同时 会在右下角找到关于 另一位女子的死亡悬案 网站的旧报纸中 可知死者名为Jolan Quinler 并且是州长候选人Jack的老婆 根据周照片位置 前往哥多山东北部探索 就会在晚上11点的时候 看见可怕的女鬼 玩家只能在远处看她 一接近她就会消失 并留下老公Jack的名字 这就是现今GTA5中最有名的女鬼彩蛋由来 至今这灵异现象 与黑色大理花有关吗 而女鬼出现的时间与涂鸦 究竟代表着什么 至今仍然是个谜 GTA5从2013年9月17日发行到现在 已经满两年了 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彩蛋尚未被解开 而或许其中还隐藏了许多加州的真实事件 就只能近代全球玩家一起来挖掘了 平时不做鬼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电玩怪谈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